好,我们现在讲一些 讲曲面的相关的内容 我们首先讲两种最简单的曲面 就是柱面和 和我们的旋转面 就是cylinder 我们叫做 cylinder和旋转面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cylinder 我们看一下 比较 首先看一个特殊的情况,例如说 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1 那这个在平面上 它表示是一个 它表示的是一个圆 那么在空间几何中 它表示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看 X 平方加Y平方等于1 是这样的一个圆 那在空间中 它表示什么东西 那比较简单 我们看到这个function 我们看到function 只要X和Y 满足这个function 就是满足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那么所有的这样的点都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个 在这个 应该是在这个曲面内 这个其实是表示一个曲面 那我们例如说这个 这个点 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那么 我们只要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通过这个点 通过这个点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一条直线 平行于Z的轴的直线 那它是满足X平方加Y平方等于1的 那这样 这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点 它也满足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也就是说 这个曲线上 平面曲线 X平方加Y平方等于1 这个圆上的每一个点 它 通过这个点有条直线 平易Z轴的直线 它都满足这个 圆的function 所以这样的一来的话 也就是相当于在我们 在这个 X平方加Y平方 在这个圆上的每一个点 我们给它 弄个可以有一个直线 平行Z轴的直线都满足这个 圆的function 那么把所有的点上 弄一个直线 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 曲面 这就是一个 圆柱面 这就是圆柱面 也就是说 我们只 我们只要XY满足这个function 那 那这个 那这个 这样的点 这个点 它的X坐标和Y坐标满足这样的 满足这个function 那都 它都是 它都是在这个 在 就要满足这个方程 那都在这个曲面上 那这样的 东西就是我们叫做 C-Land 叫柱面 那一般的情况 例如说 我们一般的情况 如果出现了这个 方程 出现了方程 它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变量 那么 这就是一个柱面 这个柱面 它是平行于 少了那个变量的 那个坐标轴 我们刚才这里是 少了Z轴 那么 就是 少了Z轴 那么 少了Z轴 那就 就是说这个 曲面 它就是平行 Z轴的 也就是说 每一个 我们可以在 曲面上 画一下直线 这些直线 就平行 Z轴 那我们如果是 少 我们把这个曲面 这样的 Surface 如果是 F Y 等于 一个 Constant 那我们这个是 这个 Surface 我们把这个 Surface Surface 平行 Z轴 那么 我们 F Y 等于 C 这个东西 这个 如果在平面上 它是一个曲线 我们把这个叫做 叫做 准线 Generating Curve 这个准线 我们在这个准线上 每个点 平行 Z 平行Z轴的话 我们 每个点平行Z轴 画一条直线 那我们这样 所有的这种 直线 所组成的结合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柱面 那么同样 如果说是 F Y Z 等于Constant 那么这个曲面就平行Z轴 而 如果是F X Z 等于Constant 那我们这个曲面是平行Z Y轴的 那如果要画 如果要画这个曲面都好算 那么怎么样画这个曲面呢 例如说是 我们看一下Surface Y等于X平方 那我们先 要画 那我们就是在 我们看到是 Y等于X平方 那我们就在 XY 这个平面上 我们先把它这个 曲线画出来 曲线画出来 然后我们 可以平行 那么现在这个是平行Z轴的 那我们 给它 平行Z轴 我们画一个 画一个 一样的曲线 然后 把它们 用直线连起来 这就是我们 画柱面的这个画法 这是Y等于X平方 这是Y等于X平方 那 例如说如果是Surface Surface 那么 我们 例如说Z 等于 我们把 这样画出 Z等于X平方 我们画一个 同样的Function Z等于X平方 那它就是平行Y轴的 那我们 可以这样子画 当然 当然 你先画直线和先画这个曲线 都可以的 那这是 这是 Z等于 X平方 而 Z等于Y的平方 那这个是 Z等于X平方 这是 X Y Z 这少了 少了Y轴 少了Y这个变量 那么平行 平行Y轴 那么Z等于Y平方 就少了X轴 我们画下来一点 我们画下来一点 画这边吧 Z等于Y平方 那么这是 这是X 这是Y 这是Z 那么就是 这个样子的 Y Z平面 那么我们 就这平行X轴 这是Z等于Y平方 这是柱面的画法 那我们可以 可以另外的 另外的 给出另外的 一些 一些柱面 例如说 A的平方 X平方 加上 B的平方 分之Y平方 等于1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椭圆 当然这个跟 我们的圆柱面 差不多的 这是椭圆 你可以 你可以先画直线 也可以先 另外画一个 椭圆 这是 椭圆柱面 S A的平方 分之X平方 加上 D的平方 分之Y平方 等于1 这是柱面的方程 柱面的方程 就是我们在方程里面 曲面里面 少一个 少一个变量 少的那个变量 就是我们这个曲面 平行的那个 平行轴 好 那么 这是柱面 那么我们看 第二个旋转面 这是旋转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种 简单的 Z 如果等于 F F Y 我们把它旋转 以 Z 以Z 轴来 旋转 我们得到的 它的曲面 应该是什么样 那 这是Y 这是Z 如果说是 Z 等于 F Y 它长是这个样子 这是 Z等于F Y 那我们绕 Z轴旋转 我们看一下 它会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曲面 那因为要旋转嘛 那这个就是 我们旋转出来 肯定是一个圆嘛 这个样子 画得不太好 那我们去推导它的Function 那我们看 Z等于任 我们 Z等于 我们把 Z等于常数 Z等于任一个常数 因为我们画 画曲线 可能画曲面 很多时候都看的是 这种水平 水平级 never set 我们看 Z等于常数 Z等于任一个常数 那我们使 那么我们 Z等常数相当于是对这个点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点 所绕出来的 应该是一个圆 那么这个圆的Function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们假如说这是 Z0等于F5Y0 那么 那么我们看 这个圆的Function 这个圆的Function 是什么呢 我们看 我们看 这半径是Y0 还有Radius 例如说这个半径 本身是Y0 那么这个圆 因为Z等于常数 相当于Z等于常数 半径是Y0 所以 那么我们这又是个圆嘛 那么XY XY 它应该买做Function 也就是说 X平方加上Y平方 要等于Y0的平方 也就是说 原本的Y0变成 正负更好 X平方加上Y平方 原本的Y0 Y0也许是负的啊 那么绕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Z 不变嘛 Z是不变的 但是Y0变成 X平方加Y平方 也就是说 旋转面的方程 就会变成Z等于 F 正负更好下 X平方加上Y平方 如果出现了 更好下X平方加Y平方 它的一个表达式 那一定是旋转面 最简单的情形 那我们看Z等于 那我们看Z等于 更好下X平方加Y平方 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也相当于Z等于 Z相当于Z等于Y 当然因为这是最大于0 最大于0 那么就相当于Z等于Y 这个是Z等于Y 我们把正负更好下的东西 X平方加Y平方 我们看一看它 我们知道准线 那么这个是绕 Z轴旋转得到的 这是旋转面 那同样的推导 我们还可以知道 如果说 这个是我们刚才是Z 那么更一般的方法 更一般的方程就是 F Z 正负更好下 X平方加上Y平方 这个等于Constant 那么就是 它是revolution by Z-axis 我们把FZ Y或者是FZ X叫做 这个也有 跟我们著名一样 它也有generating 这个也是generating curve 那么如果Z不变 而Y或者X 变成正负更好下 X平方加Y平方 那么就是绕Z轴旋转的 如果是F X正负更好下 Y平方加上Z平方 等于Constant 那么这个就是 它的revolution by 它就是绕X轴 我们不变的那个 是这个旋转轴 如果是F Y正负更好下 X平方加上Z平方 等于Constant 那这个是 绕 绕Y轴 好 这是我们的旋转面 它的Function 那我们可以看一些立体 这个我们叫做NOTE 那么同样的推导 这其他的两种情况 都是同样的推导 我们看一下 Z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 这是什么东西来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Z等于根号下 X平方加上Y平方 Z平方 那么我们的正负根号下 X平方加Y平方 这个是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看 这就是我们的F 或者说我们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 把这个正负根号下 X平方加Y平方 换成X 或者Y 就得到Generating 它的这个母线 这应该叫准线 Z等于X平方 或者是Z等于Y平方 那我们做画 那就比较好画了 我们知道准线 我们先把这个准线画出来 这个Generating Curve 我们画出来 在对应的每一个点上 画一个圆就是了 这是 关于Z轴旋转 我们是 那我们因为 因为是Z等于X Z等于Y平方 或者Z等于X平方 那我们在 Z等于Y平方 我们先画出来 然后再绕着Z轴 以Z轴为中心 每个点可以画一个圆 这是我们的画法 那例如说 我们 我们可以看 这个 4的平方 分之X平方 加上 4的 4分之X平方 加上9分之Y平方 再加上9分之Z平方 等于1 那我们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曲面呢 我们也可以去找 它的母线 这相当于 4分之1X平方 加上9分之1Y平方 加上Z平方 等于1 或者说 我们把它写成 4分之X平方 加上9分之1 根号下Y平方 加上Z平方的 这个可以 都写正负都可以 这个平方 因为整个平方了以后 正好负号都没有了 这个等于1 这有正负根号 Y平方加Z平方 所以我们把 正根号下Y平方加Z平方 直接看成是一个 直接用另外一个变量来代替 就得到我们的 这个母线 也就是说 它是4分之X平方 加上9分之Y平方 等于1 这个是 generating 所以要画图的话 我们是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 椭圆 椭圆 这样椭圆 再绕 再绕X轴旋转一下 我们 再绕X轴旋转 那我们在每一个点上画个圆嘛 那就是 这样子 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旋转面 好旋转面我们去找它的母线也比较好找 你只要把正人把这个正负根号下X平方加Y平方 用另外一个用X或者Y代替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它的它的准线 我们只要把准线画出来了 在每个准线上对应的每一个点上我们画一个圆就得到了我们的旋转面的方程 好 那柱面的方程也是要我们先画出准线 但是 我们要在另外平行的地方 我们画另一条准线 然后我们用指线把它们连起来 这是画柱面的方法 好 那柱面和旋转面是我们这个二次曲面里面比较 简便 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曲面 它的方程也相对来简单 我们比较容易判断 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接着讲这个一般的二次曲面怎么样画它们图形